開啟Google文件後 首先先找到標點符號的面板 接著開啟工具語音輸入 按下這個麥克風就可以開始輸入 那麼在使用的時候 要記得就是輸入一段之後 記得先停止一下 按下這個麥克風就可以停止 使語音辨識 那可以先檢查一下 看看是否辨識的內容有錯誤 再繼續輸入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看看 這樣就可以開始輸入囉 皮卡丘 哆啦A夢 寶可夢 妖怪手錶 妖怪手錶 這些都可以正常辨識喔 完成後就可以像這樣 按招式麥克風 再按一次麥克風就可以停止了